今天我就是要教你如何瞬間復原撲克牌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走 現在這裡有副撲克牌 有沒有我確認一下 確認一個撲克牌 但是每一張牌都是不一樣的 它是一副正常的撲克牌 下柏陀牌先把它洗亂 好 前半之後從中間隨便選一張 例如說這張 這張牌是黑桃酒 我現在把黑桃酒把它切過一次 再把它洗亂 好 學完之後呢 再把它切一下 把它切得更徹底的切亂 其實我不管怎麼像這樣切 像這樣洗 都沒有辦法真的把牌洗得很亂 我現在要示範一個 真的可以把牌洗得很亂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看起來像這樣 正 反 正 反 交錯 一樣 細 正 反 交錯 一樣 細 像我中間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是呈現一個很亂的情況 有背面 有正面 有正面 有背面 有兩個都是背面的情況 好像把它切過一次之後呢 我只要先彈一下手指 這部牌就瞬間恢復原狀 這張牌是反過來的 這張牌就是剛我選的牌 黑桃的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 就是要來教大家這張 瞬間復原的魔術要如何做到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準備一副正常的撲克牌 那這魔術一開始可以先請觀眾洗牌 隨便洗隨便切都沒有關係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觀眾隨便選一張 例如說他選這張好了 這張牌是 紅心3 我們要把這張紅心3呢 把它控制到 整副牌的 最下面 像這樣子 控制到最下面 好 那這要怎麼做呢 首先先請觀眾 隨便抽一張 例如說他選這張好了 這張牌是梅花漆 可以 然後請他看完這張梅花漆之後 把它放回 放回 我們手上 接下來呢 我們 再給他確認一次 這張牌是梅花漆 梅花漆 把它收回來的時候呢 用你的 小指 把這張牌 跟下面這張牌做一個區隔 然後你會發現中間會有一個間隔 接下來這張牌再把它收回去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間隔 那就從間隔的地方 把牌拿起來 直接切下去 所以呢 沒有話去就跑到最下面 例如說他選這張 鬼牌 鬼牌 確認一下鬼牌在這個地方 收回來的時候 用你的小指 把這張牌跟下面這部牌做一個區隔 現在牌把它蓋上來 然後記得要切下來 所以觀眾選的牌就會跑到最下面 好 接下來呢 就是要教你如何像這樣 正反正反 把這個搬動選手牌弄亂 好 首先呢 先推出一小疊牌把它反過來 像這樣子 再推一小疊牌過來把它反過來 再推一小疊牌把它反過來 再推一小疊牌把它反過來 這樣一直重複做這個動作 推一小疊牌把它反過來 然後這樣子 重複做同樣的動作 然後最後你會發現 最後下面會剩下最後一張吧 這張牌就是觀眾選的牌 鬼牌在這個地方 那它會在最下面的地方 那我們 它在 如果最後只要這張牌的話 我們要 把它從下面移到最上面 所以 最後 正反正反都交錯完之後 會剩下最後一張 這張牌就是觀眾選的牌 我們要把它從下面移到上面來 那樣子 所以觀眾選的牌就是在第一張的這個地方 好 那這時候呢 看起來很亂 其實 撲過牌會呈現這樣的狀態 它會變成 正面 上面 上半部的牌全部都是正面朝上 下面的牌全部都是 背面朝上的情況 然後最上面這樣就是觀眾選的牌 好 所以呢 我們 在正反交錯完之後呢 我們千萬不能打開來給觀眾看 因為這樣的話 觀眾就知道我們這個模式的秘密 所以呢 我們就是直接 把牌合起來 然後呢 拿起大約三分之一左右的牌 然後 給它看到說 現在牌呢有 背面有正面 然後再拿起 多一點牌 給它看到說背面有背面 然後 再拿到 靠近下面的地方 拿起來給它看到說 有 正面有背面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找到 兩個都是 背面的地方 把它切下去 OK 因為 因為 我們切下去的時候要轉一下 因為 我們這邊牌是 正面朝上 所以我們要轉下去 讓它變成 就是讓它變成反面朝上 讓它恢復原狀 所以呢 去找到兩個都是 背面的地方 然後把它切下去 OK 然後讓它變成 全部都復原的狀況 的狀況 然後 最後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切牌 因為觀眾選的牌 現在會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直接展開的話 它選擇牌會在下面 這樣 效果比較不好 我自己比較喜歡 它就是把它切到中間去之後呢 彈一下手指 就是觀眾選的牌會出現在中間的地方 這時候呢 打開來 觀眾選的牌 就出現在正中間 好 那如果說 像 像你現在做完這個 正反交錯做完之後呢 牌應該會呈現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它會變成就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展示完 正面 背面正面 正面背面 這時候呢 你要找 你會發現你如果 這樣撥你很難找到 很難找到 正面跟背面的時候呢 你要撥要找 可能要撥很久 要找的時候要撥很久 這時候呢 我教各位一個比較 容易找到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一開始呢 在 變這個魔術之前 你就先 把這個牌像這樣子 彎一點 彎曲一點 像這樣子 讓它有一個弧度 像這樣子 做出一個弧度 那當你在 就是做完正反交錯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裡 就很明顯 就很容易長 你要從這邊 拿起來 切反 轉過來切下去 就好了 所以呢 你就是把牌 彎一點弧度 然後 因為它有弧度的關係 所以它這邊就會 會非常容易找 因為你要找到一個 縫隙的地方 只要從這邊拿起來 就是兩個 都是牌背的地方 那這時候 你只要轉下去 把它切過來 然後再切一次 先彈一下手指 展開來 觀眾選的牌 就會在中間 而且全部牌都會 恢復原狀 那就可以把觀眾選的牌 打開來 各位觀眾 一二三 然後彈一下 這個魔術就完成了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各位對今天的教學內容 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記得大家小鈴鐺 這樣每次我發新影片 真的都不會錯過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